在就是腦機介面的實驗室 然後反正在做研究這樣子 那我們實驗室的話就是說 會做那種動物手術 就是說真的會做那種開爐 然後裡面就插神經探針進去 你有沒有看過那種就是小小鼠頭上 會插個USB的那一種 總而言之我們實驗室做像那一種的 但是那個是屬於那個VLab 大家知道就要做動物室 那我是專門做模擬相關的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如果你剛好那個背景是醫學工程的話 那可能會對這個主題就比較有興趣深入這樣子 那首先就是因為題目是神經圓然後腿部 那總而言之一點點簡單概念就是說 像我們圓就是說 我是放成這樣比較好 就是反正我們真的在運動的時候 其實是大腦運動皮質區之類 然後就是說反正它會下訊號下來嘛 神經原來會訊號 然後接下來走你的那個就是脊椎這樣子 那脊椎那一邊的話有那個運動神經齒 反正就是這個地方的話就是說你那個訊號 訊號的話神經訊號會有spike這樣子 反正就一直打來打 然後你通常打越密集的話 那你肌肉出的力量就會越大這樣子 那一般來說那個生物力學的實驗室 他們就是會去分析說 所以你到你每一條肌肉的那個現在出的力量是多少 然後還有你那個每個關節上面承受那個load 然後還有那個你現在關節旋轉那個token 扭矩是多少這樣子 那所以像剛剛就是說 像剛剛這個spike的話你神經的話 基本上spike的話你如果打得越密集的話 就是說這個etzo是時間那樣子的 那像你如果就一個spike的話 那你肌肉可以出的力量其實就比較小這樣 那如果連續兩個spike就速率越來越高的話 你肌肉收縮的力量就越來越大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 總之我們神經元 大家如果對這個領域反正就是 就是只要知道說那個 就是反正我神經元訊號打得越快的話 spike越速率越快的話 那我肌肉收縮就會越大這樣子 那出的力量就會越大這樣子 好 那所以總而言之呢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做這個東西的話 基本上上是為了些什麼呢 那個是因為 其實這整個東西啊 我們實驗室專門是做腦機嘛 所以已經是focus在大腦上面 所以說雖然說題目說是那個 神經肌肉機器人 可是這個神經元訊號出發 就是我們大腦神經元在出發的一些東西 就是說你大腦訊號怎麼打下去 打越快那你動作就會動那樣子 那基本上就是說 大家可能就是說那個大腦認知的疾病 其實是很多的 就是說我們剛剛為什麼做那些東西 是因為那個大腦像Parkinson 反正這幾個東西啊 然後就是說他們基本上 我們剛剛講運動 可是運動跟大腦是很有關係 就是說你其實上面所有的東西 你說因為我說上面 我的滑鼠怎麼不會動 我在這裡 我想說上面有個 有一個鼠標是不會動是為什麼 總而言之就是說 你有很多運動上面 像那個肌肉協調啊 肌肉僵直啊 這是有的沒有的啊 這個其實都是跟你大腦的那個訊號的那個傳遞 是有直接關係的這樣 所以說你要能夠 你如果有辦法解決這事情的話 你就有辦法解決那些運動上面的一些問題這樣子 對 然後當然就是說 像如果這種Parkinson或癲癇啊 反正一些腦損傷什麼 其實通常也會間接伴有那種 就是精神疾病的問題這樣子 所以說就是 所以現在很多的那個就是說研究其實是 像這些相關的研究是那個Focus在就是說 大腦上面的訊號你怎麼去處理它 你就可以降低這些病患的一些問題這樣子 然後順便講一下就是說 大家不是都想說疾病裡面比如說前幾大腦是癌症 大家已經聽過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就是說那個對社會成本loading最重的前十名的疾病 有六個是跟大腦疾病是有相關的這樣子 對社會成本最大的 然後那個網站我忘記去掉出來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你有辦法解決一些大腦訊號上的問題的話 你可以減輕很多社會上的一些問題這樣子 對 那其實這個東西的話就是說 也是歐洲大腦計畫專門在做的事情這樣子 那歐洲大腦計畫他們其實 他們目標是要透過計算 然後把這些東西連在一起 反正這個大家看字應該很快 那基本上就是說 他們其實就是開發很多模擬器出來這樣子 對 他們其實這裡面就是很多工程師 然後就是說寫了很多軟體出來 對 那大腦的話 然後就是說像那個大腦的話 這個是Graph這樣 然後Graph的話裡面就是說 他們針對Graph的那個資料結構 然後開發一些模擬器 那等一下我們都會稍微講到 那還有就是說那個 他好像我們今天用到的這種神經機器人這樣子 對 那這用途我當然會再講 然後還有就是說那個神經形態處理器 這樣大家可能有聽過 就是現在就是有些大家講什麼 圖靈的架構那個 把Numan架構就是跟它不一樣的一種 晶片那樣子的 那反正做到最後那些 這些模擬器其實都是必須要放到這一種 處理器上面去 大部分的啦 我等一下會再額外再講那樣子的 那其實這些目標最主要最主要都是說 我們要實現說對一些大腦疾病的一些 就是說這個是做模擬 只要你有辦法做模擬的話 你就有辦法對它裡面做一些干預這樣子 對 所以說你就大約可以提一些 就是說醫療手段的建議出來這樣子 對這是最主要的目的 那總而言之呢 就是說剛剛有講過說 它其實都是一些模擬器 用到很多模擬器這樣子 對 那基本上我們常用到的是這四個模擬器 這樣第一個TPB是做全腦的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的話是做神經元的 然後第三個反正看了就知道了 那總而言之呢 就是說一個神經機器人這個東西啊 它其實是一個很跨領域的一個應用之類的 對 那所以就是那個 然後就是說 因為跨那麼多東西 所以就是說那個 我們通常不會自己去寫裡面的一些程式 因為要做個東西 這裡面每個東西要做出來都花很久這樣 所以一般來說我們都是人家模擬器 寫好我們就拿來用這樣 然後把它串在一起這樣子 對 好 所以其實我今天要講的東西 基本上是說那個這些東西我們平常串在一起的時候 然後Julia在裡面可以 可以哪裡可以用得上 對 我剛才一直還有人進來 好 那所以呢 其實剛剛歐洲大腦計畫 它其實本身呢 是目標的用戶 其實是那些神經科學家們 那它其實本身是不太寫程式的 就是說剛剛這個看起來好像非常的厲害 這樣子 那大家可能會 那可能大家是工程輩 你就會想說這東西哪有那麼容易這樣子 對 不過人家歐洲大腦計畫就是拿了 那是十年計畫 拿錢有夠多 然後養了一堆工程師 然後就是他們已經幫你串好了這樣子 對 所以他們甚至已經直接做了一個平台出版 然後不知道大家可以 甚至還有網路版本的 這樣就是你直接 Web登入進去之後就可以直接用了這樣子 對 然後這基本上就是說那個 像右邊這邊有ROBA 它基本上就是環境 你只要選一個你喜歡的環境 然後你ROBA這邊選選 直接直接拖拉進來這樣子 對 基本上是一個 然後接下來上面有個按鈕 你點下去之後 它就會開始動了這樣子 那裡面會牽扯到 它現在這個ROBA人形機器 它的大腦就剛剛有那些神經原模擬器 然後還好它現在裡面可能會綁一些肌肉這樣 那個都是血統模擬器 就像剛剛前夜畫面講的這樣子 對 那裡面的話 只是其實他們裡面主要用的是排桑那樣子 對 就是說你像剛剛這些模擬器那個資料怎麼傳遞的話 基本上你就是自己要寫一小段的排桑放在裡面那樣子 對 所以就是說 基本上就是說這些東西的話就是說 其實你已經有 人家已經開發好了 那像我們實驗 可是因為這是for神經科學家的這樣子 對 那我們實驗室因為我們自己要跑其他的實驗 那所以其實像我們就是會 因為他們這個是open source的這樣子 那我們其實會把它的code拿下來 然後只抽取我們需要的核心的部分 然後我們自己在裡面額外再改東西這樣子 因為你如果像它直接介面這樣直接用的話 就是說 我們要自己開發新的顏色嗎 根本有點辦不到這樣子 對 所以把它核心code抽出來之後 那平常我們就是會在上面跑東西 然後 那當然就是會有一些julia可以用到的地方 等一下可能會再講 然後這邊講 他說我今天因為這個比較偏 因為東西是範圍很大 然後我其實大部分講是概念性的東西這樣子 這樣子 對 然後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興趣 等一下也可以再繼續討論那樣子 對 那總之神經機器人的話 我們是抓後來的話就是說 其實我們目標 我本身是 在做那個跟外谷歌相關的這樣子 對 然後 所以以這個東西來說的話 就是說我們在討這些模擬啊 就是說 就是說 其實你那個可以用到的訊號是很多 像大腦的話你可以拿到腦電圖EEG嘛 那樣子 對 然後它好像那個 剛剛這邊神經 這邊肌肉 然後下面是肌肉 它肌肉的話有那個肌電圖這樣子 對 肌電圖 然後你就是可以去 用肌電圖的話你也可以帶動那個 這個裡面是個那個虛擬的 是模擬器產生的一個人那樣子 像剛剛投影片裡面 像這些人 你看 所以它這邊 它跟你講是Digital Twin 是數位軟生 就是說那個 這是可以 所以說 現在的模擬的人啊 你可以模擬它的大腦訊號 你可以模擬它的肌肉 你可以模擬它的那個 就是說 它大腦訊號 肌肉 然後骨骼的運動 這都可以動 然後自然還有就是 因為它連ROBOT都綁在裡 代表說 你可以只模擬這個人 那當然還有它外面 如果你幫它裝上外骨骼的話 就是ROBOT可以協同它一起運動 這個都一起可以模擬出來這樣子 對 所以呢 就是說 現階段大家 我們走這個領域的人 基本上大家就希望說 就是 裡面的那個動力學 我們都可以跑出模擬 所以我們就基本上可以知道說 就是 所以呢 像如果說今天這個人 他的腿是比較不好處理的話 那我們有肌肉的動力學在跑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大概猜 就是哪一條肌肉有問題 然後就是修這條肌肉 比如說這邊可能刺激應該要出多少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說像那個 你那個心跳好 心跳現在那個穿戴式裝置也可以收到 你可以收到對不對 那你心跳變快的時候 那我們有時候 像剛剛這邊外骨骼這個模擬的 用到機器的動力學模擬 我們在模擬的時候就會想說 你現在是不是可能心跳太快 我模擬器可能 我那個機器在動的時候 就是幅度要大一點那樣 讓它比較省力一點那樣子 對 所以 基本上就是說 其實現在很多我們的生理現象啊 就是說 你現在一定都找到個模擬器 對你的模擬來模擬它 然後你只要把它串起來的話 基本上這種情境是可以翻得到的這樣子 那其實那像剛剛這一種的話 都是比較偏向眼酸爬軟體上面 神經機器人的應用那樣子 對 就是說剛剛講的 就是這種其實就是希望說 做一種醫療手段的那個診斷的一種建議 這樣子 那如果是弄到硬體上面來的話 大概會有像這種應用情境 就像你這個比如說是癱瘓的人那樣子 那比如說他可能連手都不太好動那樣 所以說旁邊會放一個ROBA 那基本上這個 你要想它這邊沒有特別畫出來 它其實都是說那個有接你的腦訊號 然後 因為這個是EMG這樣 這個是機電訊號 就是說 我後來講一下就是說 通常我們不會直接用那個腦部的訊號 因為腦訊號混雜了很多 其他像記憶啊 然後視覺啊 聽覺啊什麼 大家都卡在腦袋那邊這樣 可是你如果只抓到那個 像剛剛你如果看到前面這張圖 它就是說其實 你抓那個肌肉訊號的時候 其實前面就是說 你本來生理機制就已經把你綠到 到這邊只剩下運動指令了這樣 就是大腦的訊號只剩下運動指令相關 所以通常來說 大家要做運動的時候 不會直接去抓大腦訊號 是會抓 機電圖的訊號 因為裡面比較好解碼 運動的指令那樣子 所以這邊這個是貼肌肉這樣 所以說到時候視覺這邊的話就是說 因為你 其實只要肌肉還在的話 只要有電流 會那個會 就是說會有震動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可以用學習 讀明的方法 然後去讀明說 所以角度大概想要轉多少這樣子 對 然後像這個的話 基本上是做的像復健那樣子 對 復健的話 這復健 所以這個是背後是支撐他說 因為像你看很多老人家 不是有會有那個拐杖那樣子嗎 可是你用那種拐杖的話 大家有種壞不太好的地方是說 因為它其實你這樣走路的時候 是慢慢慢慢那個肌肉會慢慢變成說 跟你正常走路是不太一樣的這樣子 對 所以如果說你希望復健的時候 然後那個輔具 它還是可以讓你 你之後那個肌肉強化回來之後 還是可以為正常人的時候 你基本上應該需要就是說 一個機器人跟你神經那個生理的那個運動 是同時模擬的 模擬說我怎麼樣輔助的時候 你這樣走起來的路還是跟正常人基本上是一樣的這樣子 對 就是先模擬 然後模擬之後 然後接下來這邊就預測說 所以我應該出多少 然後模擬出來那個結果 會像正常人 然後到時候才提供輔助上去這樣子 對 然後這個自然就是說你是正常 但是說就是我滿開刀的時候 反正你就是額外增加你工作的能力這樣子 對 所以剛剛前面幾頁在講 那個一些軟體上面 醫療手段介紹 但是用到硬體上 也有像這些的應用那樣子 所以就是說 所以就是說 所以我們這次模擬 我們這次介紹會介紹一些 剛剛講說一些模擬器這樣子 然後鞋頭模擬啊 然後Julia裡面大概 怎麼提供一些應用那樣子 對 好 那開始講之前大概有幾個簡單的概念 要稍微讓大家recall一下 對 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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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般來說我們收資料 說我們是收那種神經緣 那神經緣的話 基本上每個神經緣一定會有它的 基本上想這是它的電壓 那個電壓 這單位是Voltage這樣子 對 然後這是電導 所以說 X跟Y的話 那基本上它是一個向量 然後你隨著時間 然後就是說 你不同的電壓 不同的電導 你就有不同的向量 然後你如果隨著時間在跑的話 就是 你電流 電壓電導那些隨著時間 這樣就經過了 會滿一條軌跡嗎 那樣子 對 那其實軌跡的話 就是說你全部一次畫出來 那這個我們稱為是Face Space 這樣子 就是說你如果從這個地方開始的話 然後你 基本上就是說 你開始對時間做積分 就開始 你就開始模擬說 其實它會怎麼跑嗎 這樣子 就是一條軌跡嘛 那你每次開始的地方可能不同嘛 所以你可能會有很多條不同的軌跡 這樣子 對 那整個行程的空間 就是我們稱為Face Space 就是基本上你從哪裡開始 從哪裡結束 大概有點像這種概念 然後 所以說 這個圖的話 所以說像這個一樣是Sy 現在S的話一樣是剛剛就是說 中文是膜電位 就是細胞膜上面那個電位 那單位是電壓Voltage 這樣子 對 一樣是X然後Y電導 那現在上面 所以說那個剛剛看到就是說 本來是在你轉圈圈嘛 那這個Z的話是那個你一些干擾它的一些電流 那通常是說像其他的那個神經元 它不是很多神是串在一起嘛 所以其他神經元可以干擾你嘛 所以那個Z的話我們現在想是干擾的東西 這樣子 你也可以想成說一台車子嘛 那本來它的狀態就是說 角度跟角速度 有點像剛剛的那個電壓跟電導這樣子 那你車子你推一下 外力推它它不就移動嘛 那對應到這邊就是現在這個整流這個電流 就是外力干擾它這樣子 對 所以你現在如果說外力沒什麼干擾它 它本來應該會像這樣子 像空間就這樣轉圈圈那樣子 對 然後那轉圈圈的話 你換成時間就像那個賽波嘛 就賽波是這樣跑 那換成Sy做不到就是一個圈圈那樣子 對 那所以你如果現階段開始有那個 其他神經元的訊號進來干擾 或者說你可能有一些外部的 像我們有一些醫療手段嘛 然後可以就是說 功能性的那個 功能性 早點忘記的 反正可以對外干擾一些細胞的一些活動 對 如果你開始有一些干擾進來的話 那它開始就會變得複雜這樣子 對 然後這個甚至是就是說你外部干擾的時候 這個就是一般的 那如果是開始有雜訊的話 那就會向空間變得更複雜這樣子 對 好 那其實我們的目標啊 基本上是說 呃 我們實際上會去收一些數據下來嘛 那樣子 對 這是真實收的一些EEG這樣 那其實我們會先算出它的頻譜分析嘛 然後跟它的向空間那樣子 對 然後接下來我們會有 我們會有模擬器 那其實每個模擬器其實就是隨機微分方程那樣 那一定有參數的啊 那總的基本上你就會調那些參數 然後調到說就是它產生出來那個軌跡啊 跟相空間都可以跟模擬器是很像的這樣 跟真實數據是很像的這樣子 對 這是一般來說大家用模擬器的時候是要做這些事情 所以你很像的時候你才有辦法開始對裡面做一些干擾 或者說就預測說接下來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那樣子 那到這邊的話就是說要稍稍稍微介紹一下 因為剛剛不是講說它其實模擬器背後就是一些微分方程的東西嗎 對 所以 所以要稍微講一下說微分方程它裡面大概簡單大概在做些什麼事情那樣子 基本上像左邊的話這個就是說你大腦很多層嘛那樣對 然後反正就是神經元那樣子 那基本上的話就是說本來的話我們其實就是會如果是神經科學家的話 那他們就會很要求說你每一個細胞或每一個神經元那你跟誰接的話你一定一個一個都要對應好這樣子 對他們是很要求這件事情的因為他們就是說因為他們是透過那種就是反正就是電顯微鏡然後會看到一些很細節的東西 所以他們要求說我細節的部分都一定要建得很好這樣子對 那可是這樣到時候數量會很大所以有時候很多人就會說那我可不因為很多神經元是他們根本性質是一樣 然後他們那個電壓的那個spike那些形狀基本上也都是一樣的 所以你基本上只要算一個mul平均值就可以 所以說他們其實很多時候那所以說後來那個建模的人就是說 好我就是反正這一群我全部都只用mul跟sigma來代表這樣然後讓整個數量簡化開始來做事情那樣子 對 所以這張圖其實只是單純想要表達說就是你如果想要很細節的一個建築 或是說你想要就是說像這些幾個他們可能就全部變成一個點一個mul跟sigma代表就好這樣子 對 然後所以你有mul跟sigma的話那 基本上總而言之就是說 你每一個簡單的神經它其實是非線性 可是非線性他們到時候放電是一群集中起來的時候 反正那個電 最後那個電壓那些votage的數量其實會變成高斯分布這樣子 對 然後你有高斯的話那基本上 那稍微有一點就是說sigma方程介面會聽過那個就是說一個叫做 等一下 FPE全面叫什麼 反正有個方程就是 你就是在走那個就是 你在隨著時間就是在那邊積分的時候其實基本上就是會有點像 你就高斯然後會在裡面幫你就是那個 它隨機你就積分的時候它一樣形還要軌跡 但是它會有那個高斯擾動在裡面在幫你跑這樣子 對 蛤 對 對 好那 那 概念稍微知道有 反正就是 細節的話就先不講太多 但是 總而言之啊 這種模型的話我們稱為是neuromask model 它基本上它只模擬最多只有只模擬一小群這樣 它是無法跨腦區的這樣子 對 所以說其實 一般來說要做的話 要能夠做那種跨腦區的全腦模擬的話 就是說剛剛是某一群某一群某一群這樣子 對 那 他們的話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到時候會加上那個它編的那個編上去 基本上 我想知道 就是說 大家有沒有看過那種就是說 像 Google那種patch rank啊 就是說那個 那個網頁嘛 那樣子 對 那其實它那個網頁它在模擬的時候就是說 比如說這邊它有五 欸 看起來是六群嘛 那基本上就會 因為graphy基本上會應該會是一個 比如說像6乘6這樣子一個矩陣嘛 那每個矩陣跟矩陣就是每個element裡面 就是說我連到你的幾率是多少這樣子 對 那你那個矩陣一直連續成一直連續成的話 基本上不是 你基本上比如說以前我們就會做一個 eigen分解 然後你直接去看那個 eigenvalue 而且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說 它現在到底是收斂還是發散嘛對不對 那所以說你現在裡面是那個 那磁放成幾率值 所以你 每次在算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說 你每個實驗一下去的時候 其實那個模擬下去的時候 你現在每個狀態都會一起變那樣子 因為每個都有幾率 然後就 每個人都會有 我可能 我如果這邊動的話 那你這個細胞會 你這一群會移到哪裡去 那群移到哪裡 又影響回來到我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說 所以你每一群都還是可以畫出 像剛剛那樣子的 像空間出來這樣子 對 那右邊這個的話 是比較更 這邊我平常比較好在用 但是右邊這個 就是說這個是直接用內容 就是撥方程的這樣子 對這個我有點不太懂 但是 TVB的裡面它可以 就是說我們等一下有個模擬器 它可以 它 可以用左邊這個 也可以用右邊這個 對 那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有的話 這些東西 數據模擬都有的話 那我們其實就可以 跑出這種模擬的數據出來 像左邊那個是真的這樣 收集一下的EG 那右邊那個是假的EG 對 好 我就說我一定講不完才了 對 好 那所以總而言之呢 就是說 我們用Julia去設計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說 你第一件事情 你要能夠對模擬器的數據做讀寫這樣子 對 所以我稍微講一下 那模擬器他們的格式大概是些什麼 然後接下來的話 就是說 你要能夠 找那個參數這樣 因為 很多時候就是說 大家那個參數啊 你沒有那些數學最佳化背景的人 你一定是手動挑 要不然就是說 論文人家說設多少 你就跟著設多少 你也不想太多 這樣 要不然就是說 反正論文說設這個直幅 然後你可能再微調一點 看起來好像比較好 論文就出了這樣子 對 這個 有做的應該 知道吧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它有些軌跡優化 因為這個軌跡優化 就是會 剛剛機器人那個是 大家都會做軌跡優化這樣子 對 那等下我可能會 對軌跡優化 稍微再多講一點 對 好 那第一個 如果說是TPB的話 就是說 TPB的話 就是剛剛說全腦模擬 那其實它的 基本上 它輸入的話 就是說 像 你那個 這幾個都是大家常用的格式 那OBJ可能大家比較有聽過 因為它是那個三維 3D建模 CAD檔那個格式 這樣子對 因為你像大腦或 那個大腦那個 模型 你大家都會用CAD檔來做 這樣子對 那 這兩個的話 然後其實啊 你會發現說 其實神經科學很多時候 都是用text檔這樣子 對 然後那text檔裡面是 就是CSV檔而已 這樣子對 所以就是說 就也別想太多 所以你Julia 直接都可以讀我這樣子對 然後唯一的是這兩個 那這兩個的話 那這兩個的話 基本上就是說 其實 我們這邊在 我如果真的在做的話 我會全部都是用TPB讀進去 然後你到時候存檔的時候 他一個 他就可以直接對整個project 也是存檔 那會這種幫你全部存成是HDL5 這樣子對 所以你所有右邊這些 原本 都是不相關 那格式有點長不一樣的 你基本上TPB讀進去存 我一直在存HDL5 那我Julia 就讀HDL5就好 這樣子對 所以你就不用再滾這些格式了 這樣子 這個如果大家有興趣他怎麼跑的的話 我等一下再開demo出來這樣 因為我發現格式有點不太多 然後再來的話是OpenSync那樣子 對 那我講到OpenSync的話 基本上就是生物 剛剛那個神經科學大家常常 那OpenSync是生物力學這樣子 對 基本上就是說 一般來說你就是上面會貼一些Tracker 這樣子對 基本上這邊只會用到兩種Sensor 一種就是Tracker 現在貼在上面那個 然後第二個的話 就有很多人 可能會再貼基電圖上去這樣子 對 就是他現在貼在上面這些 我們平常都是貼成這樣子 很恐怖 然後你有那些Tracker之後 所以就會像上面這些紅紅的點 這每個都上面一個Tracker這樣子 那基本上的話 我稍微講 就是說那個 我們一開始會先 我們會先定一個公版的這一種 就是說骨頭模型跟肌肉 然後基本上 那我們就是說 會跑裡面有些跑一些最佳化 然後讓那個骨頭長度 然後肌肉長度成線性縮放 然後讓他跟這些紅色Tracker 基本上是最fit的這樣子 就是說 因為你每個人身高體重那些少女 那些少女的少女的不一樣 對 所以我們有一個公版模型 那我們一定要先壓到跟Tracker 基本上是一樣的這樣子 那 壓回來之後 那然後接下來原本這個點 就是你會 那個 你在動嘛 所以點也會跟著動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樣會再跑最佳化 然後說讓那個骨頭 就做IK 那個 運動 逆向運動學 就是說 我這些骨頭角度怎麼旋轉 那我會跟這些Tracker 基本上是最接近的這樣子 對 那有IK之後 那我們會再做反向動力學 就是說 你剛剛算出來是角度怎麼轉嘛 對不對 那接下來下一步就是說 我角度 我肌肉應該要出多少力 差有辦法讓那個角度 差有辦法達到這個角度 因為動力學說我要算出那個force 應該說算出那個扭矩出來這樣子 對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然後我們會再一路路往回算 剛剛是算出tock 然後再往回算出肌肉的力是多少 那總的open scene裡面就是說 那個肌肉其實也是有一個ode在裡面的這樣子 那 總之一條肌肉的話 我稍微講一下 很快講一下就好 就是說 裡面會見一些模型 比如說這是一條肌肉這樣子 對 這是肌肉 那然後的話 基本上 比如說這樣 XO在橫的有一條骨頭這樣子 那基本上肌肉的話 它就是一定是有一點斜的角度 在你的關節這個地方 就是說 你一定是肌肉收縮 然後要一個在 關節的比如說 右邊有一條骨頭 然後左邊有一條骨頭 那你肌肉一定要跨兩個 一定要跨兩個 因為這收縮才會把它拉起來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它中間其實是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角度在的這樣子 然後這次 所以肌肉到時候會收縮 你不要想這都是彈簧那樣子 就是彈簧 你縮起來 或拉伸 那拉伸的時候有那個張力 那就被動力 就是這邊的PE這樣子 那你主動收縮的時候 就會這個C 拉起來 對 所以之後你肌肉會動 好 那總之這裡面的話 就是說 這邊裡面 也是有些數學方式 它裡面就是說 在幫你做這個積分那樣子 對 那所以基本上 我們在跑的時候就是說 我們可能都會跟它講說 你先幫我積分這個 比如說20mm 欸 20mm我為什麼太多了 比如說先積個10ms這樣子 對 然後你就會收到10ms之後 那時候肌肉的力量是多少 跟現在的角度 關節角度角速度是多少 這樣子 對 這個open scene 我們可以做到像這些事情那樣子 我先很快講完 然後有需要demo的話 我可能等一下再繼續demo那樣子 對 然後再來的話 然後像剛剛平常要貼很多tracker這樣子 對 那我們其實也可以直接用那個video 因為其實你在那個復健醫生他們裡面其實 像parking 他們其實根本不會在上面貼東西 因為他們就很難走 他們其實基本上都是上面有架那個camera這樣子 對 然後所以說我們希望說兩個camera同時拍 我們這邊是兩支iPhone 對 然後就可以還原出這個骨頭這樣子 因為那個你兩個角度一起拍的時候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說像這邊這個點 我們就會用那個就是三圍重建 就是三角形 三角重建那樣子 你兩個方向拍嘛 然後就算一下角度 知道說這個地方這個點的xyz應該是多少這樣子 對 然後我們就會拿到剛剛說 估計應該要用到的那個tracker這樣子 然後就在做剛剛那個逆向的運動學 就可以找出這個骨頭出來這樣子 對 這樣可以避免貼一大堆這個東西 因為你要在那些parkinson 那些病人上面 他們究竟很難動 他們那些腦癱的小朋友 就是你要再貼這個東西 對他們來說有點不太 太那個 不太好就對了 對 好 那總而言之呢就是說 一般來說我們所謂的鞋頭模擬就是說 我TPB這邊我可能就是說 我先積分個那個 比如說10ms出來這樣子 然後TPB它出來的那個結果是那個電壓這樣子 Votage 然後OpenSync上到Votage之後 然後基本上 因為它那個肌肉就是說那個 你一般它進來之後 那可以換算一下說 就是 就是說你那個電壓 就是我們基本上 可能對它做了那麼靈異之間 如果是1的話 那力量就要讓它出到最大的這樣子 對 然後所以就會動 然後接下來你到時候 Position跟Votage 到時候你動了之後回來 以後 因為你到時候你那個角度跟關係 就是動的時候 代表說你腦區的那個 那個就是說 訊號式也會改變那樣子 對 然後所以到時候會再有新的Votage 所以就是交互這樣子 那樣子 就是說我們裡面會做一下 這邊積分個0.50ms之後丟過來 然後這邊就會先暫停那樣子 然後接下來這邊再積個50ms出來 然後再打回來 然後這邊暫停 然後換它繼續模擬那樣子 就一個loop這樣一直跑 所以的話 基本上我們可以做出來就是說 像OpenSync這個是角度 這個是-1.57 跟到正1.57 就90度那個 Radian那樣子 對 然後跟你對你的當時候的相對的Votage 是多少這樣子 這會有複星 因為我們都有接地 那樣子的 所以你是對應的那個接地 那個電壓再算 這樣 所以這是我剛剛已經講完 就是說我們在做鞋頭模擬的時候 實際上就是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就是說那個 反正我們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說 你拿個GRPC Server這樣子 對 然後所以就 因為GRPC的話 基本上你 你有一些人是Julia 有些人是C++ 有些人是Java 根本就無所謂 因為它其實 那個Data那個格式 其實GRPC都有對應 反正他們 都有 可以拿那個 欸 Google那套叫什麼 P那個什麼 對 Pro Buffer 就是大家都有那個東西 其實就很好轉資料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這邊它模擬一下 然後說模擬完 然後資料丟回來 然後這邊你模擬一下 之後我換來丟 然後 因為兩邊都有之後 才有辦法開始做下一步這樣子 對 那一般來說 因為大家都 不想要太複雜 所以就說一定都做synchronize 就是你做完之後 給我做完之後給你 因為你知道像這種 神聚的模擬器 它通常背後要算很久 就是說一樣模擬那個 比如說10ms 它可能真實時間 它可能跑一分鐘 才跑得完那個 那個模擬的那個10ms 可是GuyTable這邊可能 不到一秒鐘就模擬完了 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說你如果要做 那個非同步的話 會很痛苦這樣子 對 我們就乖乖的等它 那樣子 OK 好 呃 這些我可能就暫時先不講 那我要直接先挑 比較後面一點這樣 對 呃 剛剛那些全腦 但是這個的話是直接做那個 我這邊還是稍微提一下 就是說那個 剛剛那個全腦 是有很多神經科學家不喜歡 因為像我剛剛一開始提過 神經科學家他們其實都是說 因為他們像電行文看得太多 這樣 所以他們就說希望說 呃 呃 你 因為他們平常會觀察到說 那個神經人放電的時候 那個時候先後順序 還有誰跟誰應該是連在一起的這樣 他們很在意這個東西 因為他們已經這樣發展幾十年了這樣子 那如果像你剛剛我們前面開始講那一種 就是微分棒成的那些東西 他直接把你一個群 然後就直接變成一個 mue跟sigma什麼的話 他等於是把裡面所有的結構都丟了這樣子 對 神經科學家對一陣神就很不開心那樣子 對 所以基本上他們比較喜歡用這一種 但是這個就是說計算量就很大 然後要算滿久了這樣子 對 而且耗就是說 他們有一些 他們沒有辦法比較不能夠做到跨腦區這樣子 對 因為基本上只能夠說 像我們可能就是說 某個腦區 然後就是插那個 就是說 探針進去這樣 就某個小區域就這邊 拿一些資料再算而已這樣子 然後再的話就是說那個 Julia上面的話 通常你不太會看到那些東西 就是說 剛剛那個next那個模擬器那樣子 對 因為剛剛那些 真的在模擬神經元 他們其實最後都是要跑到這種 神經形態計算晶片上面的這種東西 對 那你Julia的話 除非說你有人真的去 常用這些模擬器 是人家背後都有堆應的自己的硬體 那個晶片自己在做這樣子 對 那還沒有看到有人真的用Julia來做這樣子 除非說你真的有人FG的硬體就直接上了這樣子 但也只能夠跑 有點像是說 現在不是說很多人在跑那種 就是說量子計算嗎 然後它只是提供量子計算模擬器 它用一般的CPU 但是模擬 讓你計算上面的計算在跑那樣子 你大概只能夠做到像這種程度 對 好 再給我五分鐘就好 剩下沒幾頁 哈哈哈哈 那其實這邊的話 所以我覺得比較 那個就是說 跟Julia是真正有關係的 就是說那個 我們在做的時候就是說 這是Prediction嘛 就是說其實 因為現在模擬器裡面已經幫你定好很多PD跟SDE之類的 對 那但是就是說那個 其實啊很多時候你 每一種症狀啊 其實都有堆你的PD、SDE 就是說 你會 你去看每一篇論文的話 它就跟你講它適合是哪一種模型 或另外比如說 Pockets適合哪一種模型 然後癲癣適合哪一種模型 因為他們那個電 那個電壓那種 就放電那種形式都不太一樣 然後 你呢就是說你不熟悉的人 然後你要跑這些模擬的話 那你光是去讀懂那些論文 你大概就會 很痛苦 對 然後所以就是說 像我們很多 像有時候 比如說我要帶高中生好 這樣對 高中生我哪有可能請他去讀SDE 這樣子 對 我當然就是直接個神經網路就丟上來 這樣子 對 那基本上這種 我們就是說 Neural PD、Neural STD的東西 基本上大家 有關注居然應該知道 SIML是很多的這樣子 對 基本上目前就是說 應該是所有程式圓面最多的這樣 對 然後再來的話是Inverse Inverse Problem的話就是說 但是我先講這個好 就是說MAP 因為這個可能大家有在訓練 那個神經網路會比較熟悉一點 這個的話就是說 我們剛剛ODPD你 數學形式你已經有了 可是裡面有很多參數啊 那個參數要怎麼調整才會變得跟你 你收集到的數據基本上是一樣的 這個的話實際上就是說 是MAP問題 就是參數顧器問題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一個大家平常跑最佳化的時候就會 很常用到 但問題就在於是說那個 你在跑這些東西的時候 一般說我們會用 Gradient Free 就是說不需要算梯度的 因為你那些SDEPD就是說你積分之後再回來 這些都 等等 基本上就是說那個 它有很多時候那個 微分項是很難算的 因為很常 因為它通常有Pick起來 然後你基本上 你如果用自動微分或算那個 你如果要算梯度很長就算爆掉這樣子 對 要不然就很難算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會直接用那一種 就是說 SA啊 Nother Thing這一種的 對 然後它有個好處 基本上就是說 因為它基本上 你可以一個Julia 然後 因為它模擬器裡面都包C++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Julia包C++ 然後中間的話就是說 因為它Gradient Free的話 大家有跑過Tensorable 或Pythole的那些東西 你要拿梯度 你可能本來會說 我就很喜歡去做 它背後不是只能幫你算梯度嗎 可是那必須要是 你整個程式都是Tensorable 或Pythole 或某個程式園 大家都得要一路這樣寫下去 對不對 你才有辦法算梯度出來這樣 應該說 自動幫你算那樣子 那如果你中間沒有辦法這樣自動推回來的話 那我們就用Gradient Free的做法 那這種做法通常也有一些好處 就是說 我底下我要包Java包什麼都無所謂 反正我只要它算套的結果 我有辦法拿回來 或存在某個地方 它一定就有辦法繼續跑出一家的話這樣子 那細節要等下再講 對 好 然後再講Inverse這樣 所以Inverse跟大家剛剛手一 可能就是說那個 因為剛剛那個參數啊 它其實你只要找數學那個式的參數 它其實跟時間像是無關的 可是Inverse的話是指說 你最終最終 你每步每個時間點 你剛剛那個次機應該要下多少 然後才會從初始狀態 然後到你最終要的那個目標那個狀態 它是一條軌跡這樣子 對 你每步每步該怎麼下 所以它解釋這個東西 所以它裡面是 一次解釋 你如果說一次積分個 比如說三秒鐘 然後是每一ms 就一個刺激下 那你就會有3000個變數出來這樣 就是要一次去求解3000個變量那樣子 像這種東西 那這種東西的話 一般來說 我們就是說 就真的會拿來做幅度診斷的那種 就是工具或參考或建議 因為你就是會知道說 我現在這個地方應該是可能刺激應該要多少 結果它可能達不到 所以我基本上應該要修正 就是用控制理論的方式 我這邊就補上去這樣 所以它才有辦法到最後那個狀態 這樣我們在做的時候 inverse真的是最有用的這樣子 對 然後至於剛剛那julia裡面其實有很多啊 對 但是實際上要怎麼跑起來 就是一個有興趣我們等一下再聊這樣子 對 所以總而言之就是說 你剛剛一大堆模擬器的話 基本上就是說julia我覺得比較好用 在裡面比較好用的地方是 你要分析數據的時候 其實你用julia是會不錯 因為你其實這些生理資料其實 尤其是FMR這些東西 你也知道數據上是這麼大的 而寫在上面 對 然後剛剛其實這三個都有講過 那Hulk比如說Hulk是第五點這個 就是 這個的話是我最近 可能論文自己會想做的東西 是我自己會想做第五點 Meta那個 這個 因為剛剛協同優化是 你是很多個模擬器在跑 代表說 你有很多個不同的數學模型 那每個都要tune參數 這樣子 對 你一個一個手動去tune 然後有可能這個影響到 A模擬器影響到B模擬器 要不然數據是會互相聯動的嘛 那樣子 對 你有可能解出來那個結果就變得不好 所以你要怎麼樣在一起解 然後讓整個效能是最符合 就是先介紹到這樣 那大家如果有問題的話 就再討論了這樣子 對 謝謝大家 現場有人有問題嗎? 應該只有一個 可以啊 因為 他有手機拿來做協助做診斷工具 但是以臨床的角度來講的話 像是Parkinson或剛剛講癲癇等等 都可能有不同的State Repute 比如說他可能從Protromo轉換到 後面比較嚴重的階段 可能是3到5年的尺度 那你這裡的時間解析度 都相對下是蠻小的 那你要怎麼在這個State Shift的過程中 去掌握那個準確 或者是可以 會觀測到它嚴重劣化 就是病人的 腦功能嚴重退化的那個時間點 這個時間解析度上面的問題 有沒有辦法 是這種東西的話 我們會只解那麼短很大 有一個原因 也是因為我們收資料的時候 就一次也只會收 比如說某幾分鐘而已這樣 大家收資料通常也不會收超過10分鐘 很難這樣子 對 因為你病人每次走時候就是 像尤其Parkinson 它其實走沒幾下 基本上很快就累了這樣子 你一定就是得中斷它 然後可能明天後天再來 然後你要這樣連續一個禮拜 就會一直收 我覺得那個會卡在是資料收集的時候 真的就很難你長時間一直收這樣子 然後就導致說我們在寫論或在建模的時候 我們也會受限於資料 對 那就是說像你剛剛那個問題 我真的只能夠說 就是我們現在在做建模的人 就是說至少以我這邊啦 我還沒有遇 我還遇不到你剛剛講那個問題 你知道那個問題很重要 但是說我們目前沒有資料 可以讓我們 真的去試試看說有什麼solution 這樣子 而且我們現在平常在看的論文 也 我覺得應該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然後才會說 其實連大家最先進的研究論文 也都還沒做 也還沒有辦法對你剛剛講那個問題 有個solution這樣子 謝謝 好 那就是我們今天的議程就到這邊結束 OK 好 謝謝大家 好 那大家如果就是說 好 問起來說你想要看剛才一些模擬器怎麼操作的話 就我可以再 額外再操作 這樣子 對 很多 對啊 有個julian code的部分嗎 沒有 沒有 有一個julian 對 沒有 沒辦法 就是那個 我可以跟你講怎麼弄 但是因為我是 這東西我在整理透明片說 我真的是有點東西有太多 julian code根本不會很急放上來 對